Hello 大家好 我是袁启 今天我们突然开的直播是因为我们的迈克老师 他正在我们的 英子你好 他正在我们的贵州梵境山 然后在做我们的心灵家园魔法夏令营 然后对 迈克老师他现在今天可能跟我们的夏令营的家长们 正好有一个交流互通会 然后我们就临时开了这个直播 欢迎大家 欢迎月鑫 欢迎佳鲁姐姐 老师好 老师早上好 来开一个直播 因为我们现在在 我们在跟家长们一头 亲子话题 然后家长们都特别有爱心 说咱们干脆开直播 我看看 咱们没有 一定要开直播 怎么说 不用意 就给大家一个惊喜 对 这个要好能赶上 我们就来一块探讨一下关于亲子的 好吧 哇 现在有好多人在 哦 这么久了 已经有100人 将近100人在线了 哦 我看见李老师了 还有窗盈从中笑 太老师你来开直播 马上就热起来都不用预告 对 我们现场还有好几位嘉宾 我们今天就公开的一块来讨论一下 关于亲子这个话题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讲 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 关于亲子的关系 我们今天是从更高的维度和核心来讲 因为如果你从世俗的角度来说 那个问题就很多 什么原生家庭 成长环境 什么背景 什么这些关系很复杂 如果我们从更高的角度来看 看到这个亲子关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这个角度来讨论 我们可能就能一下抓住它的核心 不要为那些外在那些事情干扰 第一个我们先说 我们这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的 我们先说最核心的这个点 我们要从道生一开始说 道生一就是我们先有了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就从宇宙中诞生的 那怎么来的 我们就说把那个称之为道 或者称之为混沌 或者称之为什么 那我们学在斯德都知道我们是从哪里过来的啊 怎么诞生的 那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讲 那是梦演化与价值完成里面会探讨了很多的东西 那我们知道我们是从宇宙这里来的就行了 那中国老祖宗也说了很多 那就是道生一 一就是我们自己啊 我们就可以这么来理解啊 为什么是我们自己呢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从我们自身来说就是我们自己 因为每个意识都以自己为宇宙的中心 这是宇宙宇宙本来的自然的啊 就是这样 它的属性就是这样 小狗就会以自己为中心 孩子就会以孩子为中心 那我们就以我们为中心 意识就是天生就这样 所有的意识都是以自己为中心 你让他不以自己为中心 那就违背了自然的本性和天性 这是所有意识任何一个小细胞 一个小蚯蚓 他也以自己为宇宙的中心 所以说这个一啊 就是这么来的 到我生了这个一 一之后呢 就生二 就阴阳之分啊 就是我们有了自己 然后呢 当我们长大之后 我们自动的就会对异性感兴趣 也会吸引异性 这叫阴阳啊 天生的 你说为什么会这样 不用问为什么啊 宇宙万物就是阴阳相吸的 所以一自动就能生二 对吧 你也不用学什么 你说我要学学 怎么吸引异性啊 怎么谈恋爱 不用学 天生就会 自动一就能生出二来 这叫阴和阳的关系 好 生出二的时候 这就是阴阳的关系 然后两个人阴阳一结合 就会生出三 三就是我们的孩子 也是自动的 阴阳一结合 就自动生出三 这个三就在我们这个福气关系之外的第三个人或者第四个人或者就我们孩子个数不一定啊有一个的有两个的三个的但我们统称为三 然后这个三就是什么 三就能生万物 有了孩子才有了我们后面的延续子子孙孙的这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三是这么个概念 但是三的最大的一个特点 它不仅仅仅是因对我们阴阳结合生出三 它最大的 区别 就是它能生出万物的核心 是在于它是一种无条件的爱 你的孩子 对你来说 就是无条件的爱 对吧 我们最简单来说 比如说啊 咱们开玩笑说 我们自己的爱人啊 不论是老婆还是老公 他如果爱上了别人 你还爱他吗 不会 不可能 对不对 他爱了别人 我还爱他 爱个鬼 弄死你 是不是这么想的 可是你的孩子爱上了别人 你还爱他吗 你发现这个区别了吗 区别很大呀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爱老公爱自己的爱人 我们说特别爱 但是都是有条件的 表面上没条件啊 我爱你啊 那个甜蜜的话可以说很多很多 但是都有一个前提 你不能爱别人 这个要被背了就完了 那立刻就翻脸啊 那昨天的或者上一分钟的爱 瞬间消失就没了 那平时没了 那简直颠覆的 半天覆地 立刻成仇人啊 分外眼红了 啥事都能干出来 对 但是孩子就没事 对吧 你给老公发信息 他如果半天不回 一会就生气了 干嘛不回信息啊 你给孩子发信息 半天不回 就想蛋蛋房啊 就是在干啥 对几天不理你 你也你也没事啊 你反正是担心 但是你不会生出愤怒来 所以这种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最大的一个本质 所以说为什么山三才能生出万物来 就到了三这块啊 我们的爱 从爱自己的老公爱自己的老婆 变成了 还是爱一个 好像跟自己是有血缘关系爱的结晶 但是他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 他长大以后一定是独立的吧 对吧 他虽然是我们的亲生的骨肉 可是他自己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事业 可是不论他怎样 我们都是爱他 这就是最大的本质上的不同 所以说我们就回到核心 亲子关系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通过孩子 我们学习什么叫无条件的爱 我们以前不会 我们以前会爱 我们以前从开始没有爱啊 混沌出生就是自己还是个小孩的时候 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爱啊 但是呢知道爱自己 知道好吃的自己多留着点啊 好东西自己多站着点 这天生的啊 你说这是坏什么 不是坏事 我们能说哪一个孩子是不善良的吗 对吧 都是善良的 可是哪个小孩子都不是好吃的啊 自己对不对 好吃的留给自己吧 对不对 也不能说喝着奶瓶说我不喝让给你喝 为他喝饱了 他让给别人喝 我吃饱了 哪个孩子都这样吧 不能说这孩子哪吃奶的就是喝奶 你说来来来让给你哥哥喝 不可能的 对吧 所以说咱们国内的老祖宗把这个都总结的很通透 叫什么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可是我们一直千百年把它当成一个反话来听 那个字念为人不为 那是后来的 后来的儒家故意把它给改成这样子的 人要注意自己的修为 要有所作为 要做自己 不做自己 天主天要把这个为改成修为了 这是这个理解 其实我们做一个普通老百姓 这句话是个俗语啊 这不是什么哪个圣人说的 对吧 他们还把他啊好多把他归到经典说佛祖的什么 什么 直善恶经里头去归到 其实根本没有 佛祖说的是善恶经里没有这句话 他们就到处找规矩啊 然后后来儒家就把那个为了 就解释了啊 为不是啊 修为作为为自己就是做自己啊 人要有所修为 否则啊 天地都不容你啊 其实这句话本事就干什么 人爱自己 做自己 就是最好的 对 把一做好了 对啊 你先把一做好了呀 一做自强自立了 在天地间爱自己 你能养活自己 只爱自己 是不是自己很开心 脸上笑嘻嘻的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我们这个宇宙中 世界中 每一个生物 每一个灵魂 每一个意识都是 爱自己笑嘻嘻的 脸上洋溢着笑容和开心 那不是大同事件吗 然后我们非要说 你不能爱自己啊 你要先爱别人 对 恐龙要让离 对吧 你要先爱别人 爱别人 这个观点没有任何错误 但是他得自动自发的生出来 你不能要求他 而我们现在的就是为了 要求这个孩子 淋水啊 所以说亲子关系的核心就是 我们从一开始 天地生不知道什么是爱 他开始知道爱自己 小朋友天生就会 我们都讲过一个孩子 没人会教他 通过爱自己 学会了爱另一个人 爱另一个人就是男女之间的 夫妻之间的感情 那个爱也是惊天地气鬼神 也是轰轰烈烈的 也是刻入骨髓的 对不对 那种爱也是人世间最美的感情之一 但是通过人世间最美的这个感情 他生出了一个 你的下一代 然后呢 你觉得你爱他是因为你们之间有血缘关系 是不是 可是你知道有多少养子 一样啊 有的人对养子比对自己的孩子还好 有这样的吧 有的是主动的 有的是被动的 被戴了绿帽子不知道 但养子当了一位 那是另外一个事 前两天我看新闻一个家庭说 撒孩子没有一个人牺牲的 老公崩溃了 但是不知道之前对孩子那是特别的好 所以说是什么 我们认为是血缘关系 不是 血缘关系只是给了你一个理由 只是说我要爱他 那养子怎么说 对吧 一样的吧 所以说他的核心的点 只是借由这个关系 借由有这样的一个血缘关系 他可以传承 但是他核心的点不在这 在于你从你们夫妻两个人的小情小爱 要上升到要爱第三个人 尤其是很在母亲在父亲 有的时候甚至比爱对方有时候还深 你问有时候问妈妈哎 一个孩子老公对吧 假设让你选救谁 连孩子 连孩子吧 当过妈的都有这种感觉 但是当老公不能这么说 哈哈哈 老公你最重要 但是到关键时候 妈妈是可以为了孩子拼命的 对不对 所有的妈都有这个体会的 为什么 那种爱甚至超越了 夫妻之爱 对吧 不是说夫妻之爱不重要 是这种无条件的爱 他从一个孩子的爱 让你能够慢慢的扩展到 能够对万物 对其他人的爱 因为这是这个核心的观点 那我们回过头来说 那亲子关系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爱 孩子生出来是给我们爱的 没有别的用处 不是为了给你养老的 不是为了给你啊 老奶弄个伴儿的 不是为了怕你将来孤独终老 没人陪你的 这很多人的传统观点 都这么想 对不对 孩子你看老了以后 结过伴儿啊 跟妈妈做伴儿什么的 你在什么 你在害怕 你在担心 你担心老了 对不对 那其实孩子是干嘛 孩子生出来 来到你身边 就只有一个作用 就是让你好好的爱他 如此之外 什么都没有 爱他 这是亲子关系最核心的一个点 可是我们对孩子的爱 有条件吗 有 我们表面上没条件 本质上应该是没条件 可是我们被世俗加了一堆条件 对 对 要学习好 对不对 要考入重点 对吧 等等 还要跟别的孩子去比较 你在干嘛折磨你自己的孩子啊 别人的孩子跟你孩子有啥关系 你拿别人孩子的长处 然后来折磨自己的孩子 然后还经常这么干 挺开心 你说你看 是吧 你应该爱他 而不是折磨他 这是最最核心的一个点吗 所以说我们现在明白亲子关系的这个核心的点就在这儿 对吧 我们把这个内容核心力疏通你马上就明白了 好 我们现在就具体的啊 简单的往下展开 然后呢 孩子呢 还有很多作用 其中一个作用是什么 对 就是教会我们真正的开始懂得怎么样是什么 生活 我们从小长大 其实我们最开始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是怎么来的 我们应该怎么 我们是不知道的 我们父母把我们养育大了 等我们懂事的时候 基本上都上小学了 犹人缘罢算也记点事 算是模模糊糊的记不太清了 真正开始有点记忆的就开始上学开始啊 对于生命怎么来的这件事 我们不知道几乎是 可是当我们自己生孩子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孩子是怎么来的了 孩子是怎么来的 就是生命是怎么来的 生命是怎么来的 因爱而来 没有爱哪有孩子 对吧 我们跟异性发生关系的那一瞬间是爱的 我们是在爱的状态下才生出孩子来 生命就是这么单身的 可是现在科学家嘛 他造不出生命来 细胞也造不出来 很先进就是造不出细胞来 为什么因为他不了解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为什么造不出生命来 科学家为什么用设备用仪器 他造不出生命来 人工智能有啊 对啊 他有意识有智慧 但是他不像细胞一样 像人那样 他具备的生命的这个能力 生命这个东西一定要有爱的滋养 那行 没有爱的滋养 是做不到的 然后呢 我们接着看啊 可是我们长大以后啊 我们就慢慢的就被世俗啊 社会啊 生活啊 就给压款 我们忘了应该怎么生活了 可是我们都知道孩子是最快乐的 孩子为什么快乐 我们想想孩子为什么快乐 只不过现在 他从不想未来 是对吧 我们大人会想 以后工作怎么办呀 他不想 他当下开心就行 现在就开心就行 他也能玩就行 对吧 可是我们大人就觉得孩子这样是傻 觉得是因为我们给孩子有了保证 孩子才可以 然后还特别有自豪感和荣誉感和责任感 说你看 你之所以这么快乐 是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 养家 用这些不好的 养家 对 我牺牲了自己 成就了你 你才能自由自在快快乐乐的 满腹的焦虑啊 满腹的这个 撞什么 撞怀满胸的这种感觉啊 悲壮的很 对 对啊 是不是啊 然后我们觉得这天经地印的事情 对吧 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来说 所有的 当母亲的大人我们都知道 我们知道孩子在我们的这样 这个保护下生活的最好 真的没有了我们孩子就真的会爱饿 就会饿死吗 真的就真的生活的不好吗 我们不能绝对说吧 不意知道对不对 有可能不好对不对 咱们中国古代的话 什么能能跟有钱的爹 不跟不什么 不跟有钱的爹 要跟有没钱的妈 古代说 当官的爸 当官的爸 怎么说 要给要饭的妈是吧 哎 是这么讲的啊 忘了是这个意思吧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 即便当妈去要饭 孩子条件也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你有爱呀 因为孩子他不知道 要饭是咋回事 他也没有人感觉 反正当妈的都会把好吃的 想给他 对吧 所以从我们从孩子这个角度来说 从他的世界观来说 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他也不知道未来和明天怎么样 他只知道活在当下 然后对他来说 食物生活必需品都具备了 他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就无忧无虑的 可是我们大人就不会不敢 不敢撒手啊 我们不敢相信我们什么也不干 我们就天天在这玩 然后就有钱花 就有食物 这个担忧 对 我们就害怕 对吧 可是孩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不怕 他来说多弱小啊 生出来那么一点 对吧 跟小小兔子似的 啥也不行 他就敢来 没人保护他 他不就死定了吗 他怎么知道会有人保护他 他怎么知道会有人爱他 他怎么敢来到这个世界上 因为在生命的诞生那一刻 是在最爱的状态下 是爱诞生了生命 因为在爱滋养上诞生的生命 他是在爱的这种能量 或者这种场域下诞生的 他不担心 他敢来 我们现在来了以后呢 父母当然对他是五条家大人 对啊 比如说我们做母亲的怀孕的时候 在没生的时候 我们都想过这孩子只要健健康康的 别无他求 就是都是这个想法 没有什么要求啊 什么博士什么样的 那都不 对啊 对 对 就是只要健康就行了 对 对 健健康康啊 啥都行 可是生完了就不这么想了 当时的那些想法都都扔一边的去了 要考第一名 得只好名列前茅等等 你当时咋不说 你找健健康康的就行了 你咋不说你快快乐乐就行了 你为啥天天让他愁眉苦脸的 最不快乐让他最不快乐的人是谁 就是你啊 对 不是别人啊 别人想让他不快来做不到的 你看孩子别人说他一顿 他其实一会就忘了 尤其是母亲当妈的 你要真正的狠狠说的一顿 他得失落好久 虽然说他最后对你的感情不会减弱 因为你是他妈妈 但是在那一段时间 在那个阶段下 他真的是很受打击的 为什么 因为在他的心目中 妈妈应该是无条件的爱他 就像他来的时候 就像生命的契约一样 你们俩是签了这个契约 他才来的 对不对 不论怎样你都会爱他 对不对 可是灵魂契约吗 你俩大爷说好的吗 你爱他才来吗 他说你你又改了 你变呢 他说你咋变 说好不算数 对吧 我们大人没想过这个问题 对对吧 要求来了 然后呢 最可怕的是还打上了爱他的旗号 我这样做是真正是爱你的 对 爱要有条件吗 对不对 为什么爱孩子要条件 就我们自己把自己给弄了一堆世俗的理由 我为你好 因为你怎么怎么样 将来要怎么怎么样 如何如何如何 对吧 所以说回到根本就是 我们要跟孩子学习怎么生活 就是活在当下 我们以前讲过一个话题 你还记不记得说过 我们所有人想上到更高的一种意识状态和境界 我们都想往上面去走 只要往上面走 你必须得先往下走 必须得下来 人在中间嘛 天 地 中间是个人 对吧 人想往上 你上不去 中间是空的 这中间 对吧 你怎么才能往上 你得先往下 先跟地连 人连了地 才能连上天 所以说道德经早就说好了 人先法地 人法了地 地才能法天 你想直接法天 你中间隔着一个地 所以说我们原来做的练习 一直在做跟大地的连接 对吧 先说跟大地的母亲连接 把爱送给大地 对不对 包括你今天做的动感惊心什么的 都是这样 你跟大地连接上之后 很多东西就通了 人法完地之后 你不用管 地自动就会法天 他俩就是 他俩就是 天上了 地跟天连上了 你跟地连上就当一跟天连上了 对 你想跳过这个地 直接跟天连 你就咱们叫 就像过桥一样 想法实地 咱们讲 不想法实地 就有点飘了 对 所以说很多修行的人 很多学习的人就飘在这 往下走 他只想往上走 他觉得那是洁净 他其实弄反了 真正的洁净是要反过来 欲往上得先往下 对吧 有一句经典的英文 它叫as about so below 英文就说 直译啊 因为我在上面 所以我可以在下面 as about 就是at英文 above就是在上面 so 所以as o below 可以在下面 就是因为我的灵魂 其实也在上面 所以我在下面无所谓 我不在乎我是不是在下面 因为我也在上面 我就可以在下面 这些很就是直译过来 很难理解的一个词啊 这是很悬的一句话 在古老的这个西方的传承里头 但是只要你跟别人一讲这句话 别人就知道你不是一个一般人 你至少领悟了很多东西啊 就中国的话说你一想一想上去得先下来 就跟 那个牵挂里面是一样的 你必须得先潜龙啊 你必须得潜龙再填呢 填是哪 地啊 然后你才能 再填呢 对吧 你没有这个初遥的在地 你的五遥 这个上三天是 五九是上不去的呀 可是我们不懂这个道理 就一门想上天 第一门想上天 那天好 我们想跟大帝连接 你跟大帝怎么连接 就要跟他同品吗 你跟他保持一个状态 就跟他连接了 大帝是什么状态 大帝就是小孩的状态 就是快乐小女孩 你去看孩子为什么那么快乐 为什么那么健康 按理说孩子是最脆弱的 对不对 抵抗力免疫力 应该都比大人弱 可是他不比大人弱呀 他的抵抗力 那个免疫力都比大人强的 首先他在六个月以前 几乎是不得病的 随便造 然后人说是母乳出乳啊 有什么免疫力啊 那当然是一方面了 但是在他最弱小的时候 就像相当于是咱们 用老百姓天地在护着他 在他最最弱的时候 他反而不会被任何病毒 和细菌侵害 自动的 在以后长大了一点 好像他还是挺弱小 但是小孩子的生病力 他的那个状态啊 健康都比大人要来得顽强 恢复的特别快 受伤也好 得病也好 而且小孩 你发现一个特点 生病一次聪明一次 你们有过家长的都发现 尤其是小的时候发过烧一次 哎 病好了 好像这个小孩突然间聪明了好多 哎过一日又发一次烧啊 隔三差五也不是隔三差五 就是基本上这个病对他来说啊 不是什么多大的事 哪个小孩没生过病 对不对 但是都没事 这是我们要想跟天地做连接 先要跟大地 跟大地就要保持孩儿童的心态 所以说你就看你家孩子怎么玩 怎么乐 你就跟他玩到一块去 乐到一块去 就很快 对不对 尤其是做妈妈的 跟孩子一块玩 我告诉你一个最大的秘诀 就是永保青春 对 保持天性 永保青春 对 你的心态特别好 特别年轻 你也是一个孩子心态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老公就会特别爱你 为什么 因为就像小女孩一样 你的心态像小女孩一样 你的那个行为举止 所有的状态 都是像女孩蹦蹦跳跳的 对不对 那你天天非要摆出一个中年妇女的样子来 别人肯定不喜欢你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天天严肃的在这儿啊 不是谈这个 谈的都是人家不爱听的事儿什么 什么是什么挣钱了 失业了 孩子上学了 什么什么学去房了什么的 对不对 你说和不说这个问题都可以解决 可是你因为教理担心 你天天挂在嘴边 你就当了那个坏人了 你不说 你就像小孩一样 天天蹦蹦跳跳的 啥也不想 啥也不管 那个男人啊 他会比你还着急 想我媳妇咋啥也不管呢 没钱没费 我得拼命挣钱啊 这样吧 这样不行 家的全是孩子 我不挣钱 这以后咋办呢 你不你非要拿出一副大女人的架势来 在那儿啊 操持家务 只管理财政啊 好像你很聪明 那男人行 那你来吧 为什么 因为在 生意上事业上做每个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并不说谁对谁错 每个人都自己的观点 那你非要指挥他 他又不愿意听你的 不听你的吧 家庭不愉快 听你的吧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你也不完全了解他所干的这个事业 但是你又想指手画脚 这中间矛盾就一定会单身 干脆做个快乐的小女孩 跟孩子一块儿玩 参与不管 就跟孩子一块儿玩 跟老公说你养了几个多养一个孩子 对不对 这样多好啊 对啊 不累吧 心里不累 所以说要跟孩子学习怎么生活 我们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你真正放下心 什么也不做 那么我宇宙照样会养活你 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很多国家 在中国是妇女是要工作的 对吧 妇女能顶办办天吗 从小我们就受这个教育 男女平等 在很多很多欧美国家 女人是不工作的 在中国以前100年以前 女人也是不工作的 天塌了吗 地线了吗 孩子没人养吗 我们不是说妇女工作是不对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问题的是你敢不敢放手 就是你做的所有的决定 针对孩子的 主要是咱们说讲起来 针对孩子的 是不是在出于恐惧在做事情 对吧 我怕他找不着工作 我怕他学习不好 怕他将来没有一波 这个生存的本领 然后必须逼着他 对啊 把最坏的情况给他描述一遍 对吧 就跟他地藏经似的 你要不这么干 下地狱啊 18层 给你描绘一下 第一层啥呀 第二层 18层之下还有啊 还有阿比地狱 更更可怕 你们慢慢想吧 跟孩子也是一样 对吧 你所有的跟孩子的关系 都是建立在恐惧之上 那我们今天学完之后 我们最核心里面掌握的什么 我们对孩子跟孩子的关系 所有的行为言行都是基于爱的 基于信任的 他们在以身作则 他们在表率 他们不用担忧 妈妈以后我们住多大的房子 我们能买别墅吗 人家能有劳斯莱斯 不管心 对吧 他只关心他这个当下的游戏啊 小伙伴啊 玩的东西 可是我们却觉得我们担忧是正确 其实我们 我反了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要学习他 人家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法孩子 对吧 没事跟孩子在一块多玩一会 动作放一放 我们今天说的第二个主题啊 就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核心的点 就是关于 这个亲子关系中啊 很多人都在 说这个关系的核心在哪 我们通过刚才的这个分析 通过刚才的这个描述 我们都知道 亲子关系中 所有的问题都不在孩子身上 咱们刚才刚才一来就谈 是吧 是吧 都知道了 都不在孩子身上 可是偏偏父母啊 他不愿意接受学习 为什么 我们想想啊 我们做父母的时候多大 二十多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当父母 对对对对啊 第一次我们就假装就当了个父母 就就当对吧 而且这还没没有什么一个父母学校啊 或者什么一个机构啊什么的 都是自己的父母 或者是公公婆婆啊啊 对 他跟你说两句啊 怎么带孩子啊 你要注意一下 还不还不听不惯人家的 这老人的这些 这臣服的观点啊 他自己呢 他有吗 他没有 他的观点都是道听途说来的 同事说的 同学说的 网上看的 看 自己有育儿经验吗 没有零 零 但是他就担起了人类最重要的一个职务 父母 这个职务比老师 比工程师 比什么都重要 可是都是没有培训就上岗了 在古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他把孩子送到私塾里面去 在农村里送到那个老祖宗司堂啊 有那个长辈来管了他 父母那时候可能工作也忙 要种地啊 基本上管孩子都是老人在管 中国传统你看 对吧 大家所 对 家里总有一些德高望重的啊 不是爷爷就是奶奶啊 又不是祖爷爷啊 就这 这些人 他有人生阅历啊 他带了不止一个孩子啊 连你老公 连你老公的爸爸都是他带出来的 有传承 有传承 有经验 没经验呀 隔代教育不好吗 哎 是的 现在都说隔代教育不好 为什么确实不好 因为咱隔代教育太念孩子了啊 太念了 他已经是觉得 虽然说我们说爱是对的 但是你不能过度 就是上一辈的人 他跟以前那个大家族 他不一样 不一样 以前的那些德高望重 不是岁数大就是德高望重 对吧 那老而不尊的人也有 他就选出比如这一个村子里头 或者这个大家族 族群里头 哎 对 威望 这个人的人品也好 学识也好 做事比较公正 对 家里不光是孩子的事情 你什么一些问题都得去找他 就解决纠 这样的人带出来的孩子 你想想 他就比较好 就是我们现在既没有这个经验 也没有沉淀 我们就不得不背负起这个育儿的这个经验了 然后我们在那个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局面 我们二十几岁正是事业打拼的时候 中去那个小品临的话是正是事业的上升旗 哪个小品临啊 那个那个那个疯狂的石头 那个坏人给他打电话说你忙啥呢 我这事业的上升旗 忙得很 对不对 我们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出在那个时候 我们在事业的上升旗啊 可是孩子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安定的 无拘无束的 无忧无虑的时光环境 可是我们当时的心态不是啊 我们很急躁啊 自己的 我们要 对啊 我们 自己跑又想把孩子照顾好 就和你那个拉着 对 对 告诉我啊 对 因为你在抓的那个状态里头 你那个时候正在获取人生第一桶金的 那个 最最艰难 最痛苦 最财富 最最最最渴求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想想 你带给孩子的事 你会把这种焦虑传递下去 对吧 然后你会比你的同事 哎 谁谁谁 211毕业 985毕业 什么什么 清华北纳毕业 然后你看他的 同样的工作就比我拿的工资高 同样的情况就比我机会好 那我的孩子将来也要这样子 然了 就开始把焦虑传递了 把你工作上的焦虑 社会上的焦虑 通过你 传递给孩子 对吧 可是我们不觉得 我们觉得 啊这是我没有传递给孩子 那天那个孩子说不用担心 好好 可是你的焦虑 对不对 为什么 从哪开始 从选幼儿园就开始 对不对 到选小学开始 哎呀 那个 叫什么鸡娃 你知道吗 鸡娃啊 虎妈鸡娃 那前两天有个 一个作者吧 自己写的文章 他是95年的 我鸡娃20年之后 回过头来反看他自己 他自己写 你看过那文章 对不对 结果没啥差 你鸡和不鸡 结果差不多 有的时候该 不如那个什么 不如不鸡 自由放养的那文号 对 他就这样的一种 哎 这样的一种方式 这就是我们 这就是我们 很多人在跟孩子的 这个关系上 这个教育上 他走了一个武区 对吧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跟孩子之间的 亲子关系的核心 这个 这个现代家长 是没有办法 躲避的 因为这个社会 他在大环境里面 真的就是你想要把这些 你周围给你的这些噪音 把它屏蔽掉 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这个母亲的能量 这很强很强 你能够 就是把那个东西 挡在你外面 你全吸收了 不要传这个孩子 对 这个力量就已经 要消耗很重要 你就你得有这个强大的内心 对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也不吸收 所以说就传递不了孩子 你让他过去 让他就送一扇过去 对 说啥说啥 不接着 不接着 对 然后我们就说到这儿嘛 就说到孩子的 这个教育的问题了 那我们到底对孩子 应该 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教育态度 对不对 爱是我们的底色 是基色 是核心 对吧 那你具体工作中的 行为啊 模式啊 方法啊 到底是怎么来 跟孩子来 处理这个平常的 学习啊 教育啊 成长的关系 首先我们要明白 第一点 就是孩子来的时候 他能长成什么样 其实是早就确定了 我们不是说宿命论 我们说的是 个人的成长问题 换句话说 他只能长成 他自己所示的样子 就他只能成为他自己 他成功不了别人 就是比如说这个 这个种子 他就是个桃树的种子 就能接触桃树来 苹果 你不能说指望一个桃树 非要开树牡丹花来 你弄死他 他也开不出 对不对 你天天给他 好也没接 好也没了 牡丹也没 你天天换下 牡丹好啊 国色 可是我们很多家长 第一 他不知道孩子是啥 我们只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怎么办呢 对孩子的教育有两套理念 我们现在在所有 现在社会上普及的 或者是大家采用的 就是错误的那个理念 什么理念呢 他是一种木匠的想法 讲 对 他认为孩子需要修理 去把他按照自己的想法 以造凿子 豹子 句子 把他修在修建成财 按照自己的经验 修盆那种 明白了 现在社会所有的教育理念 都是基于这个 就是我知道什么样是财 我知道什么样是好 然后我按照我的设定 这只出来了 砍掉 这是不要 这个应该加强 给你那个 这个蜘蛛 给你拔苗助长 现在所有的教育 我不管你是啥 反正得长成我这样 就算长不成 样子也得像这样 对吧 至少没有神也得有形 像也得像 对吧 乖乖得坐在那 这是我们平常的这个错误的教育理念 都是以木匠的想法 在雕刻孩子 栽培孩子 真正的正确的教育理念是什么 就是做一个园丁 就给他浇水 施肥 带太阳 带太阳 然后呢 引导他 应该成为他自己的那个样子 施桃树 就做一棵独特的桃树 是李子就做李子 没有好坏 只有不同 我们为什么会焦虑 就是我们有是非好坏 我们如果把好坏看成不同 就不会了 对吧 你做这个是不同的 那是不同的 对吧 有的孩子可能天生还有点各种干的问题 比有的孩子口吃 不同而已 对不对 有的孩子可能天生就近视 只是不同而已 没有教育 就是不好 你近视就不好 对 对 有的孩子内向就不爱你交流 你说这个不好 一定要开朗 你为什么要开朗呢 有的人小孩就不愿意跟别人交流 那不很正常吗 你非要把他搞的一个内向的孩子搞得很善于交际 那可能吗 他很痛苦的 就像把一个喜欢交际的孩子让天生在家里学习 他也受不了一样 我们没有还想 千万你们咱们自己都教个孩子 那现在你看我们这个绿 那个花园 那个他也修剪 他也修剪 是的 把那个树搞成动物的形状 或者他喜欢对 那是人工做的吧 但是在大自然里头 你看我们为什么旅游要去自然里头去旅游 自然你不修剪 他也会自然的成为一个非常美的状态 修剪的有修剪的美 对 是人工的那个美存在 但是他修剪的前提 他不会把一个树变成另一种 他只是在他原有的基础之上加以调整 哎 加以调整 怎么调整对吧 我刚才说核心就知道了 我们要做一个圆钉 然后去给他松土啊 施肥啊 阳光雨露就行了 那剩下的问题就是 怎么让他茁壮成长的问题 对吧 我们引导他成为他自作 对啊 对 这里头的核心 我们要明白一个基本的原理 所有人类 无论是小的还是大的 他有一个基本的属性是改不了的 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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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人的天性 模仿就是父母是女生作则 简单来说我们自己都在模仿别人 对对对 是 我们别的一个一个综合体 我们其实就是别模仿别人来 就是方方面面 对 就是这个地方模仿人 那个地方模仿别人 对对对吧 尤其是女性很清楚对不对 现在流行什么来就开始都穿这个啊 现在流行什么首饰就都戴什么首饰啊 今天流行四叶草就全能四叶草 每天都全能的自己是和自己们也不知道 反正现在流行就弄这流行的对吧 包括说话行为举止都是一样 尤其看了一部电影以后 你会发现对 对 那就是模仿的一段时间 对确实的模仿 在模仿 对吧 我们的生活就是在模仿 我们如果能看清楚自己 我们是在模仿中生活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觉悟了 对吧 我们为什么做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因为别人也这样 别人为了家 这样我也可以这样 对吧 因为别人送孩子上补习班 我也得送孩子上补习班 因为别人孩子上清华了 我也得上孩子上 你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你自己不仅不思考 还不让孩子思考 代代想出来 我们就在这个魔法的模式下 走上去 为什么 对 然后痛苦吗 为什么痛苦 因为你找不上自己 不舒服 自己知道别扭 因为你在做别人 你没在做别人 而且你还不确定做某 你要是真是确定做某个人 还有个目标 对 好变态 而且东西不一西透 把别人的优点都拼在那块 还想自己往那去发展 人家有一个优点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好吗 你把人家的都弄在那里 同利亚的美貌 是不是 谁的智慧 谁的 对董明珠的这个财富 把东西都聚在自己身上 就是举这个例子 那你不自己给自己找遍 天堵 天堵 可是人 就这么天堵 他就是本能就这样 我们知道人的本性是这样 人的本能是这样之后 那我们怎么做就很明白了 你要自己先做自己 先找到自己 你自己要先活出来 孩子自动就活出来 你教是教不了他的 你不能说你是桃树 得长成桃 想桃 还想绽放 这不行 你自己如果是个李子树 你得先把自己的李子树活好了 他就明白了 原来我妈是这样子啊 我妈不是为我打转的 我妈是个李子树 我是个桃树 他做好他的事 我做好我的事 在我小的时候给我浇水施肥 大了我得做我自己 他得做他自己 这样的一种关系是很正常的 我们最后形成一片森林 成这个仙神和小树林 最后变成一个大森林 如果自己活不出来 仅仅靠教育 收效微乎其微 没啥效果 对吧 所以说我们今天还是说 一个母亲的觉醒 能够解决三代人的问题 整整三代人 跟婆媳的关系好了吧 跟老公的关系好了 孩子的关系好了吗 跟孩子的关系好 是不是影响到孩子的孩子 他将来的儿媳妇什么 女婿啥的关系都很融洽 因为你是婆婆 你是那个什么呀 这个那个妈呀 对不对 如果你这拧巴了 这家都别想快乐了 跟婆婆关系也不好 跟老人关系也不好 跟老公关系也不好 跟孩子关系也不好 但是还觉得自己都是自己全对 都是别人不对 结果就是整个家三代全景吧 我们自己通透了 我们自己活出来了 我们活成自己的那个样子 你就允许别人活成别人自己 你允许自己做自己 你就允许别人做自己 你就不会评判他 因为他在做他自己 你不要用好坏对错来评判 他只是做了他自己 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做了我们自己 这不是很天经地义吗 人家不来说你 你为什么要去说人家 对吧 尤其是在夫妻关系中也是一样的 老公永远是他自己 他有自己独立的生活 事业 人际关系什么的 他就是活他自己 他活到自己 他会绽放 你喜欢他 也是喜欢他绽放的样子 你把他天天捐在家里 跟个盆栽一样 不能出去 这个不能出去 最后他自己憋屈 他也活不成他自己 你看他也天堵 天天的 最后 看着一招子 对吧 对女性来说也是一样子 对吧 天天守在家里 先妻良母 也不出门 也不打扮 也不说 觉得我就顾家 把天天做家务 弄得很辛苦 把自己整成更黄脸破压 结果呢 老公还觉得 你看我们公司新来的 女孩多漂亮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能出去天天的花之招展的呢 拨你自己的生活 对不对 你花之招展 你天天漂白亮亮的 你拨成你自己 对 是不是 给钱都不花 赶紧存上 给钱就花了 笑死了 是不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我们就 简单的把这些事情弄清楚 就是做自己 活出自己来 然后亲子关系自动就好 而我们往往就是 越亲子关系不好 越想集中精力去做亲子关系 越精神精力去做关系 你发现孩子特别 孩子特别反感 越整越 越整啊 孩子特烦你 又来了 又跟我 你想跟我说啥 对吧 他内心先抵触你 先慢慢的管 你又来了 越来过 你说妈妈跟你聊 先知道 我知道你想聊啥 别说了 我都明白你 我没想说啥了 他比你还痛腿 他比你还明白哈 他现在什么都不懂 什么不懂 对吧 我们才看多少次 知识看他懂 我们那时候没有互联网 没有什么东西 那现在小孩子多厉害 对吧 5分钟看电影 一天能看几十部 你能看得了吗 你觉得他很粗糙 他没有学会电影的 那个 细微的感觉 但是这一代人 他们就是这么学习知识的 人家要读者文摘士学习 直取中间的精华 一个电影两小时 只看只看5分钟 对吧 有各种说电影的 把里面的 跟咱们小时候那个中心思想啊 给你推大一下 给你推大好啊 关键镜头也没错过 关键情节也没错过 中心思想还全部掌握 只花了几分钟 你但是很多家长就抨击他说 你这不对 你应该奶奶 打打实实坐在这欣赏这个爱 对 对 是的 但是那不是那个时代 那是我们那个时代 我们那个时代 愿意那样子 但是你不能阻碍下一个时代 他们就是这样子 学习的方式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一年可能就看不了几部电影 人家一年看了几十部电影 电影是什么电影就是故事 故事就是人生经历啊 我们为什么要看小说 我们为什么也看电影 你从别人的经历中去学到很多东西 他也一样 只是他学的方法跟你不一样 学的比较红轮吞噪 红轮吞噪 吞噪里了 吞噪里了 内部再去发酵 那话 是吧 对 吞进去慢慢来 感觉一下 然后你看 不知道哪个茶姐遇到了 但是那个电影里说的那个就行 对 人家先储存起来 给他拿回用 是的 就是最怕 你不能用我们的观点去影响孩子 这是很多 比如说 我原来讲过垃圾食品 我们一直说小孩不要吃垃圾食品 不健康 跟我们一样 应该养食 对吧 对 多吃蔬菜 不要吃油炸食品 尤其那个可乐不能喝 啥呀 对 小孩们最爱吃 对 昨天晚上他们那个 奶啊 那个大鹏和羊羊的孩子 你知道吗 晚上他们仨孩子 半夜 正当的半夜 没得吃饿了 仨人凑了巨款 凑了八块钱 到门口的小外部 买了一个方便面 碰装的 最后连渣的 你那方便面有啥好吃的 哎呀 人家吃的可美了 过生日吃一次方便面 但是过生日的礼物 多幸福 这个方便面 知道 现在 现在在国外 在美国很多小朋友 就是在那边留学的小孩 能吃上中国的方便面 那简直就是 幸福啊 过节啊 他卖不着 对 他咱们中国最普遍的方便面 在国外 没有卖的 他没有康师傅 没有 他有别的 他有统一啊 有韩国的 有日本的啊 但唯独就是在中国卖的 最好的康师傅 在美国很多地方是买不到的 但有的大的地方是能买到 但是大部分地方超市不卖的 然后他们就通过海淘啊网购啊 买方便面 这个 然后辣条 我们都知道 这都一点影响怎么有 疯狂买一箱子 你知道吗 我女儿小时候就从国内啊 把他那点那个什么零花钱啊 都买了车 从国内寄来了一箱辣条 连运费比辣条还不 狂吃 没办法 管不住 简单来说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这一代有这一代的生活方式 换句话说 这一代的人吃垃圾食品 就跟我们吃健康食品是一样的 人家超开心啊 开心啊 他不用难受啊 他就把里面那些营养的东西吸收了 虽然营养的东西不多 但是人家吃的多 人家还是有营养的 对买辣 对啊 他人体是个很神奇的系统 他不是像你想的 你吃啥他就弄啥 他把那个糟粗粗粗 他就扔了 好东西他就吸收了 所以他这样能吸取他自己一样的东西 你不用管他 所以说我们的人也是发展进化当中的 对吧 你想想古代打猎的人吃啥 真的呀 我上次去藏区在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湖 纳木措 在这儿住一晚上就吃生的干的那个毛牛肉 风干的亮的 他们当地就吃那个啊 没有别的 生的不是熟干的 就生的一点 对又硬又干 然后就拿着一个嚼着吃 人家都 你看人家多壮啊 看人家 对啊 我们觉得吃肉是一个非常 就全是肉 非常不好 可是你看不论是新疆的还是蒙古那种 游牧民族全是肉啊 清菜啊 他没有地方种啊 他没有地啊 全是肉嘛 你请新家人吃饭 这个很强 你这样的光吃菜这也能行 光吃肉这也能行 菜肉一吃也都能行 都能行 是吧 人身体很神奇的 然后我为了就是测试这个 我还搞了一年的整整一年的生通饮食 我自己是整整一年 一年就不吃任何的碳水化合物 全是脂肪 就脂肪加蔬菜 而且脂肪占到百分之七八十 蔬菜只能占百分之二十 碳水是几乎是没有 就一点都不吃 连那个香蕉橘子 这些含糖分的水果都不吃 还是没有 还很精神 还不饿 就是我们吃碳水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一吃就饱 因为那个好消化嘛 淀粉啊面 缺点就是等那个血液里面 那个血糖含量一下来的时候 你马上就饿 大概三个小时左右 四个小时才你开始饿了 因为你血糖在下降 低了 你的是 对 所以说你必须得一天吃三顿 你不吃就饿的话 对 你一直我在吃菜 对 对 反而没事 因为你身体的血糖是比较平稳的 对 血糖是决定了你饿不饿的一个主要的标准 然后你吃脂肪吧 你吃这些脂肪 按理说人类是很难直接吸收的 因为人的细胞是需要吸收那些糖 以糖为单位的 然后再把它转换成那种能量 叫ATP 三磷酸腺肝嘛 我们生物学都学过这个东西 那脂肪呢 他要先转换成淀粉 然后再能被吸收 等于说你直接吃脂肪多了一个很繁琐的这样的一个手续 不能直接吸收 但是他的好处就是他最后分解出来之后 然后呢 他的那个血糖指数是特别平稳的 慢慢的慢慢的比较稳 所以说你很不会有那种很强的饥饿感 然后精神就一路比较 比较就是那个精力比较一直比较平稳 对 平常人会随着我们三餐变化 吃多了吧 你又困你知道吗 你的血液都去消化去了 等你好不容易不困了吧 对 那个状态又维 又维持不了两三个小时 你又饿了 你又再去吃 再吃 吃完你又累了 就是吃碳水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循环 对 所以我就举这个例子说什么 就是 人的身体是非常神奇的 不是像科学家告诉你的啊 吃什么就弄什么 不吃啊 吃肉就长胖 吃两个 其实吃碳水长得最胖 最容易长胖的 吃肉告诉你反而是减肥了 对 我吃了我吃了一年就是那个生活也是 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别的这些不说 体重直接降了三十多斤 减肥 减肥 减肥特别有用 对所以说想减肥的时候 我刚才有最简单的办法 啊 而且还吃的特别好 你就顿顿吃猪蹄子猪蹄膀 你不爱吃肉吗 就顿顿吃啥 别的啥也不吃 鹿猪蹄哎 那不要红烧啊 不要加糖 不要红烧 就是可以加酱油可以加 但是不要加糖 要不要吃糖就不要吃糖就行 你就吃吧 哎 一个月两个月 尝尝就收了 好 对吧 说到这我就说到这个年轻人 现在呢 他对这个食物有自己的这个选择 不用太焦虑 我说食物也就是说别的行为上一样 很多家长焦虑孩子玩电脑玩游戏 我手机拔不出来 你把课焦虑了 嗯 砸了几台 砸了几台了哈 还有拔网络的 对对 大致不要干这种事了 对 对 对 那个弄好点 对弄好点 对对对 撒一块打 对 然后尤其是 那个谁 那个谁 那个是郑元杰就这么看到 郑元杰教育他家孩子 他家孩子也外边游戏吧 郑元杰的孩子没有上过学 他自己亲自教育 对 就那个童话大王 知道郑元杰吗 写 咱们那时候小时候的童话的吧 现在小孩也不看到写这东西了 现在小孩看啥我也不知道 动漫 动漫 哦 下多几 哦 什么什么魂大陆 什么魂大陆啊 对对对 然后啊 什么鬼人者 知道 然后呢 他就跟孩子怎么商量呢 他说行 啊 玩游戏 我把我的书房腾出来 咱们做上个游戏室 门口上写上游戏室 但是呢 咱们得排班 咱们家三口人 不能你一个人玩吧 对吧 我们花钱建游戏室 咱们得按照 这个时间表啊 来玩 你玩几个小时 我们玩咱说好 就说好 说好 让他老婆不玩 谁玩这呢 还有个脑数 不玩也得学 你这一块玩 然后呢 让他孩子教他打 他不会玩啊 对 孩子教他打 你笨死了 你看你这个笨手笨脚 就教他玩 但是教着教着玩 他们仨一家三款玩 那个影音设备特别好 音响 玩着玩 孩子就不玩了 玩力 是的 他觉得跟家长一块玩可丢人了 对 这应该是我小孩才玩 这我们年轻人玩的东西 你这 你这 你还在这玩 我还得教你 你还得个游戏账号 还得 你上去还得跟别人去聊天 你再跟别人说我是谁谁的爸 脸还又不要了 还说是你教我玩 不玩 你玩的东西我就不玩 对 你玩啥我就不玩 我就不玩啥 但是他就是这样慢慢的 他那时候小孩玩PSP 他也弄个PSP 跟孩子一块连击对战 组队打 组组的孩子就不玩 我不玩 咱那一块玩 不玩 叫玩也不玩 还跑了 对 他觉得那块玩太丢人了 这是一个 一个方法 战略战术 对 结果他儿子特别出去 他儿子后来十几岁 十八岁晚上就没有上过大学 就他就一直在家里叫 这样之后就出去 他儿子大概20出头 就 开始赚钱自己做生意 赚的第一笔钱 就给他爸换了个奥迪A4 就自己用自己赚的钱 给他20出头 就给张晏杰说 他家里反正也家庭也不是很确切 他写书啊 但是他儿子自己赚的二十几岁 那这种啊 就是从小的这种教育理念 你不要抵触他嘛 对吧 你总从从他的做法上一看 他是 爱孩子 接纳爱孩子 你要玩咱们就玩了 对 那从我们的角度认识上来说 未来的社会 他就是这个互联网社会 你不让他玩 就等于把他从 就跟小时候 你不让小孩跟小朋友玩是一样的 就跟你的父母说 你别跟小朋友玩啊 一个道理 郑元杰这个案例上 感觉到一个什么 就是 你看郑元杰去请教他的儿子 这个事怎么干 怎么玩 嗯 嗯 其他孩子还是一开始前期 是有成就感的 是的 嗯 我发现这种教育模式真的很好 因为他促进了孩子的一个自学的能力 他要去往这 他其实学透了 他觉得这没什么意思了 他教人和自己玩是两个境界 对 当他教你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 这里头也没谁 不就是那点东西吗 弄军币 升经验 升级 打怪 他就在捋他自己 他得教你 他得给总结啊 爸 咱得这么玩 咱得先去做任务 弄积分 弄钱啊 他说着说着 他自己就明白了啊 原来我 原来我 原来我进了这个游戏的套里头了 原来是游戏是这么回事 对吧 那就很正常吧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 简单说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那以后的互联网时代 你不让他玩 他以后咋跟小朋友交流 他就会 在上面 做 现在的开会 对吧 很多咱们做的事情 对吧 咱们现在开会都是 要么直播 要么就什么视频会议 要么就是什么写作 飞书 那里面很多的公司 都是这样子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观点 我们是错误的 就是我们让孩子一心一意 一心不能二用 当孩子一心二用的时候 我们就批评孩子 对吧 可是我们修行我们练的什么 我们练的不就多意识交点吗 不就是一心二用一心多用吗 对 我就有这一点 我第一个人说要叫他专心做事 就这样做这一页 你要叫专心一点 不能听音乐 对 所以就觉得你就 你做就好好就能 对对对 再专心 家长都是这么想的 对不用管他 一心多用是一个 能力啊 才能啊 奇才 也是知道的 但是到他这儿有 我们希望他培养他的专注力 对 但我们认为专注力就是只专注一件事情 你怎么不知道一个人可以同时对三件事保持专注呢 他可以同时做到 他越小这个能力培养的愈快 对吧 我们自在的 自在的 都让大人力摹没的 对 非要交给他只能一心一意的 对吧 可是我们自己大人都知道 在你人生的巅峰的时候 在你做事情最顺的时候 在你不论是做生意还是做事情做 你自己内容上都是一心多用的 你可以干了好几件事 对吧 当妈妈也是 你在做家务 家务还在吃 你讲了好多事呢 同时脑子里大家伙转的快点呢 不是啊 你连晚上做什么吃什么买什么东西怎么弄 孩子怎么那什么洗衣服 那在脑子里 孩子不要再情绪 你听到老子讲那样 你听到 听着 听着讲课 不这样的 不这样的 一边做饭一边听 现场一千多人 对 就有这样子呀 所以说我们经常不要去打击孩子说 你不要啊 你这个专心这个什么这这种事情在现代这个这个这个时代是非常常见的 因为他信息量太多太杂 而且是都是那种碎片化的东西 如果不会这种学习方式像我们那种方式 就是按照一个逻辑的东西按照一个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学太慢了 而且以后的学习方式一定是带着需求去学的 不是像我们 这个我一差就说到学习结构了 就是我们学习是按照传统的方式 就是咱们中国的教育体系是从原来的老苏联的时候 借鉴过来的 我们最早是中国传统文化嘛 四十五金对不对 我们是这样来弄的 但是到了后来我们就开始学习苏联 苏联就是全套苏联的苏联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结构化的就是一个标准化的木匠的一个做法 把所有的知识体系结构都给你发分好了 按照科学分裂分好 换好之后干嘛 你来选 来选你在这个结构里你选哪一个 然后你按照他的结构这样这样这样去选一直往上选 这是他的理念 一方的学习理念跟这个不一样 是按需求学 就是我对什么感兴趣 我不懂我就去学 我就把这个知识点学会了 能让我接着往下走 就那个知识点后面那么多东西我可以不用管 用不上让我奔着我能下一个轨迹往下走 又遇到一个坎又不愧了 我就去查去图书馆 他们最愿意干的事就去图书馆 现在不用图书馆了 谷歌就行了 或者百度就行了 他们小孩中小就办图书馆 他们图书馆是现在用的少了 但是他们的体系一直都在 就是所有的书都是免费借 免费的 然后一次能借如五本到二十本书 不像咱一借这一两本 对他一借十五本二十本 然后一借都是反正两周三周 反正你那小孩一弄拿一罗书回家 他干嘛他就他不是这本书都看完 他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啊 我拿二十本书我二十本书都看完 不是的 我哪看的 看所以再看目录 然后再看介绍 然后看这里面 第几章 第几章 看电影那种感觉 对文摘式的学 碎片化学习式 这是未来学习的方向啊 你非要让他不用这种学法 非要用我们那个年代 已经老旧过时的系统化学习的方式 那你学习不好吗 他把时间给碎片浪费 有这样的观点 对啊 这是传统的吗 他就是觉得应该像我们那个年代 其实不是 以后的学习全是这种碎片化的 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就是碎片化的学习方法 而我们一直认为是系统化的 专业化的完整化的成体系的 我们觉得这才是科学 对吧 学校教育不是这样的吗 对 对对 可是咱们就回到说文解字阶段 什么叫科学 科学的科 我把这两个字解读一下 科学分开什么 河斗 河斗吗 这边一个河 这边一个斗 对不对 河斗是什么意思 河斗就是 比如说古代啊 咱俩 那时候没有这个什么 商业很发达的时候 就需要换东西吗 我用一斗玉米换你一斗小米 我用一斗骨子换你一斗什么东西 对不对 比较 对 但是这里头最大的点是他不公平 因为我一斗小米肯定要比你那一斗的那个那个大个的玉米什么的要要实称的多 我多实称啊 你那个空空的啊 因为他颗粒大嘛 但是他们也并不计较就是一斗 不管啥 不管啥 对一斗粮食就换一斗粮食啊 就是比较简单 因为你没法算啊 你说我这一斗小米 应该换你一斗半 还是换你一斗三 他算不清 对 所以叫河斗 这是河斗什么意思 就是大差不差 稀里糊涂 这叫科 对你说他不准吗 他有个斗在 他有个东西 他有个标准 你说用斗就 对用斗就公平了吗 不公平 有公平的地方是斗 不公平的里面的东西不一样 但是你去纠结吗 不纠结 就差不多就算了 反正我想吃小米 我想吃小米 我不想吃我就不换嘛 对不对 这个西米概念 我觉得可以 我就可以坏 对 我就换 反正有个斗在这 我心里也平衡一点 对吧 到底是不是价值是不是一样的 不不一样 那我一个记性 对吧 这就是科 科 科就是有一个大体的标准 但是不要去较真 大叉不叉就行了 再行 科 那个差不多写上 差不多写上 对 但中国就非要 非要说 当然还有分科 那种 咱们就是说文解字对吧 学字是什么 咱们说 上一个小孩 一个手 一个手 里面是什么 叉叉是什么 摇是什么 一经 一只手 在看一经 是不是 在看 底下是一个图宝盖 是不是 宝盖是代表是懵懂没开发的样子 就是这个子小孩 子是小孩 小孩 还没懂 没有懵懂的懵懂的阶段 拿着一本《易经》 在看 《易经》是什么 能让你看 对 小学 小孩学习的那个状态 对 所以说在出国文解字里头 学这个字 是觉悟的意思 对 对 是觉悟 他有觉 对 他有 他有很多字 对吧 因为他上面那两个字 像手一样 他其实是相声字 他是一个发音发那个 觉 对吧 所以说你一个单纯的这个学字 我们都没有把它理解透 我们认为学的就是学知识 人家学的不是知识 人家学的是智慧 研究《易经》 那是最古老的最深奥的智慧 到现在有几个人能搞得懂的 对不对 这才叫学 这个才是有意义的 然后你再想想你的孩子是不是在觉悟的路上 是不是在学智慧还是在学知识 是树的层面还是道的层面 对 学知识没有啥用 有的人说 我说学了很多东西过不过自己生 对 学地很高 有没有没有 没有啊 我们学的时候你还记得吗 你现在画一下方程师给我写一个 你能写出来 我们都学过 当时我们都是学霸 化学都考 化学对准考高分 死记硬背就行 你现在我你现在你现在给我写一个 对吧 你给我写个假二本的方程师 你给我看看 给你个三角还是最简单的 初三学的 你给我来做一个 所以我再已经光会说不会变 对啊 对吧 更别说了什么危机分 什么 早都忘了是不是 不妨碍我们生活吧 不是妨碍我们的生活的幸福指数吧 那学习到底是学什么 学习学的是学习的方法 思考问题的方法 这个是要学的 而不是学习的那个内容和思考的内容 永远是那个方法 小孩子要学习就是学习的方法 思考问题的方法 这个才叫智慧 你学了一堆知识 现在百度啥都没有啥没有 你在学你有他厉害 计算器计算机 你都这些都不用学 怎么算数 三角函数你算这有啥用 没有 但是学习问题的方法 就是让他学做三角函数 让他学习怎么去解决现实问题中 用什么样的方法和工具他会知道 让他知道他不会的时候 他怎么去找到工具 去哪里能找到这个工具 是图书馆呢是网上啊还是老师那啊 还是什么专业人士啊 这我知道怎么能找到工具 我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方法是什么啊 这个比学习重要的多么 所以我们的孩子现在没有干这个事情 就是那种重复性的做题一遍一遍的做卷子一遍一遍刷 刷题刷刷库刷刷就靠刷那有啥意义呢 就刷完之后就忘了 好那份把那份拿上就忘了 对啊 所以说我们国家到后来的到了那个时候 诺贝尔这个层面 或者更高的发明创造这个上面他就跟不上了 他考什么奥数啊考什么 他经常会拿世界冠军 这个他厉害的刷题刷的很猛 你到后面解决问题你就 因为他没学会方法 他学了一堆知识走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了科学两个字的就是模模糊糊 朦朦朦朦的去让在这种次有标准又没有标准的这个状态下去觉悟自己 这才是科学的本意 而我们现在就变成教条的死板的那种啊 一点朦朦的东西都不允许存在一点模糊的东西都不能存在 结果他到最后他自己最核心的东西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对吧 科学家现在发现了这个宇宙中真正我们人类能探索的那些物质加能量加在一起只占百分之四点九 百分之五都不到 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五是什么暗物质和暗能量 你看所有的科普上都是这么叫的对不对 可是到底暗物质和暗能量是啥他都不知道 他只是知道有 因为按照他的 他自己的现在的物理规律掌握出来 如果没有这个现在的规律是玩不转的 这肯定有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啥 换句话说我们对这个世界假设宇宙都被我们探索完了 我们才能探索整个宇宙的百分之五 更好我们还没探索完我们人在宇宙中的那才多少点点对不对 换句话说我们人类不知道的要比知道的要多的多 我们不知道的是占绝大多数我们知道的是微乎其微 当我们面对一个世界比如我们进到一个游戏里头和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 我们承认我们不知道的占多数的时候你才去学习才去探索对不对 对吧你现在就觉得你都知道了啊人类对科学的而宇宙就是这样子 对大爆炸一说一说宇宙来就是大爆炸然后一说啥好像他什么都明白 你这样的一种心态怎么去探索啊 真正能够去突破那些未知的全世界就那么少数的一些科学家 因为他只有在他们才明白啊原来我们不知道的更多 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认为我们都知道了 对是他不知道的其实他才占百分之九十九知道的百分之一才不到 都已满招损对而科学就让他满 他学了这么多就觉得自己啥都知道 现在反而像孔子啊然后像这个老子啊对啊 卧陀啊他们就觉得哇那个我们是什么尘埃啊什么的 我知道我很低很低对啊 他们就开悟然后反而很多人觉得啊我们什么都知道 他觉得自己开悟了对啊 对啊 对啊完全搞颠倒了 颠倒了啊完全搞反了 对吧你在古话里头忘了那句话怎么说了是实际上是 天 就说这老天啊他本身是亏的 所以说他是长盈的那句话忘了怎么说呢有法说到 对吧 因为天是空的嘛你宇宙天他是空的 所以说盈就是说满就是他的真实状态 真实状态的原因是因为他空 他亏 他亏 他就自动就是满的 这是天的属性 地的属性是什么满了就一就流 流就是他的基本属性就是他一流就没事了你不让他流他就出事他要么就发洪水要么就憋了 这是大地的属性就是可以接纳所有的东西但是他会流 但是天是什么天是空他本身就是空吧他是亏 非空的亏所以说他不用去说什么 我要谦虚啊啥的他就谦虚就因为他谦虚他就自动充盈 他不需要特意的说我要签我要签不需要地要签就是地要流 所以说我们在咱们老鼠中有话叫什么人挪或什么什么人挪或树挪死啊 就是在人世间我们要经常要流动 要变要经常动 对你才能签吗 什么人不签就低头蛇最不签在一个地方为非作胆 为非作福那地方就他说了算 换个地方试试查也不是 是他不敢不敢动 不谦虚 到了人这个层面上 人就得去 学着谦虚叫好谦人为什么要好谦 因为人特别容易自满 特别容易叫 他不像天人天然就是亏的我们人就容易满 一满就容易 小孩的状态就是会空的他不天天问你问题 对吧天天问你问题 可是我们 家长对小孩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经常糊弄他 好好回答 要不就是我妈妈正忙着呢 等我做做饭的等我做完饭的时候 要不就不回答 要不就不回答 要不就扯 对吧 你说对一个孩子来说 他的问题重要还是你做那个饭重要 对不对 我这里 还是做饭重要 对 是的 就是这典型的内容 比如说一个著名的一个 我给你看是出名的是谁啊 就是一个著名的育儿专家 就是他的 他把三个孩子都送到这个 我们不能说以结果论 但是他确实三个孩子都送到了那个斯坦福 斯坦福 他的名字叫啥 你说你们可以搜一下啊 叫陈美玲 我给搜搜这个人 对陈美玲 他的特点就是 第一时间回答孩子问题 不论你在干什么 不论你在干什么 然后呢 当这个问题你不会回答的时候 你永远不要骗他 我就给你编译 你就说我也不知道 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我们用什么方式寻找答案呢 现在可能用百度啊 用什么的 那以前可能用书啊 用什么的啊 哎 你现在就用 这种方式 带着他一起去寻找 这是对孩子来说最有效的方法 对吧 一块去学 我经常开玩笑说 孩子经常问的那些问题 我们家长如果你没有准备 你最好是提前思考一下 怎么回答 如果你不知道 就带着他一块分他 对吧 不能糊弄他 比如去举个问 问几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可能将来还以前孩子都问过 看看你们都是怎么回答的 第一个我从哪里来 所有的孩子都问我这个问题 然后家长这时候就开始胡说八道 垃圾堆捡的 他就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他觉得很羞 因为这个事情他觉得孩子太小 我怎么跟你讲这个问题呢 我又讲不清楚我就很羞 但是你错问你错理解孩子问的问题了 孩子没有问你我是是不是因为做爱才生出来 他不是想问这他想问我是从哪个宇宙来的 从哪个世界来的我这生命是哪来的 他问的是一个很核心的终极哲学问题 你非要把它想成一个生理学问题 那你自己尴尬了 你自己特别低 对呀人家在问哲学问题 你非要从生理卫生给人家解答 你又知道也解答不清楚 你还不好意思咋说绕过去了 这时候是孩子启蒙教育 灵性启蒙教育最好的时候 对 你要一定给他一个正确的启蒙教育 让他知道他的生命的起源到底是来的 对吧 如果你别的都不好说 说会至少让他知道 他是因为爱来到这个世界上 对吧 那你如果能说的更深入一点啊 就更好的 孩子还有很多 比如说他说电视机里的人能看见我们吗 他就要看电视 电视机能看见我们吗 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好的 启蒙的点 如果你说啊我这忙着呢 天啊你 你觉得给他说不能 对 所以说能和不能都可以 或者说我们一块去研究研究啊 等等都可以啊 开启孩子这个灵性的时候 对 为什么说比做饭重要 就是在这 他错过这个点啊 他就不问了 你下次你不定啥时候 才能找到一个时机 让他问出这样的 同样有智慧的问题来 其实问很多问题都很有智慧的 主要是你能够感受的到 对 激到他这个皮儿 对 你都可以给他引伸出去 对啊可是你这时候去忙着做饭了 没有那个高度啊 没有那个高度啊 对啊 对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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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 对 这咋回答你啊 问题对不对 什么 我为什么看不见我的眼睛啊 天空为什么有星星啊 什么太阳落伤 什么什么人会变老啊 这等等 都是我们经常会问的问题 对 可是我们就没有正面的回答 孩子 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启发孩子的点 因为他正好在这思考 探讨 对吧 百度一下吧 对吧 通过百度的知识 你再给他补充一下吧 有的时候 其实他问出这个问题啊 我们要跟他去探讨 没准他会给我们答案的 对 因为他的灵性还没有泯灭 他从那个小时候他带着很 他问你这个问题是他自己有一部分记忆 他自己有一部分东西是跟你这个现实 是冲突的 他想通通你就得到答案 他能记住一部分 我是怎么来的 那些什么 他不是想要你说什么 他想要表达你没给他机会 我女儿经常会跟我问一些这个问题 然后我会顺着他 然后他会跟我多多多说好多 说好多 嗯 一看你我都知道 是啊 是他会更有记忆 所以说第一时间回答孩子的问题 就是最关键的点 我们作为家长来说 在孔子教育里头最典型的孔子教育的教育精华 就是两字启发 对吧 说了很多很多 启发是关系 对不对 启和发是两个不同的状态 对吧 什么不不不不飞不发 什么不愤 我忘了那咋说的了 反正是中国老祖宗的东西 简单来说是什么意思 就是启和发 就是要在孩子 似懂非懂的时候 启啊 就是那个 就像那种窗户纸 就要捅那一下 但是还没捅的时候 你作为家长 作为老师 就要去点那一下 把窗户给他捅过 他基本上大差不差 也就懵懵懂懂快明白了 那时候你要点那一下 你这时候不点 他错过这个时机 可能他就不太 他就不问这个问题了 对 这个问题在他这就过去 他有好多更重要的事 去分担他的注意力的 对吧 然后孩子本来是在很高的 然后你就把拽拽拽拽拽 对 然后拽到三位物质这边 这窗户纸马上就捅破了 就你这点一下就捅破了 你就不点 你把他打回去了 你说什么问题 对吧 所以说传统东西 发是什么 发就是像你刚才说的 孩子想表达 但是表达不出来 他心里明白 嘴里说不出来的时候 这才叫发 你就是窗户纸没捅破的时候 叫起 其实是让他说 给他机会让他 引导他说 把他心里的那种感受和体验 用他的语言说出来 这才是教育的精华 其实有的时候他问问题 你顺着他 那个问题走 你顺着他的思路走 就把他带回去 对 就是发 让他发出来 发出来 这是咱们孔子2500年前的教育精华 就这两个字 启发式 教学 可是我们现在作为中国民族的传人 有几个人真正是用在启发式的教学 都是天涯式教学 灭了 灌 对 把他的磨灭掉 然后把自己给灌进去 对 他就没有这样这样的一个启发的状态 对孩子来说 这是他最大的悲哀 对吧 最后我们就刚才说到这个点 然后刚才就是有一个图 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看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这是大脑图 大脑图 这是三岁儿童的 三岁三岁的吗 三岁儿童的小孩 然后这是正常小孩 就是家庭的很正常的 就是这个 左边这个大脑很饱满的 就是感情 孩子感想就是有爱的 那说到这边就有爱的孩子 家庭标准 这是三岁的一个孩子 但是一直被忽视的 就是关爱不够的 你看这个大脑的变化多明显 这个地方他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缺的 他就没长满 看现场能不能看到 这张图 那个大的满的就是一个有爱的 三岁啊 这只是一个三岁的孩子 那边空的就是从小没有受到父母关爱的 情感不够的 你看他大脑都会产生这么大的标 这边那个黑的是什么 黑的是空的嘛 黑的是空的嘛 是空的 对 就像西瓜一样 这个是满的 这西瓜是空的 这么多的 下面他尤其是这个位置 对啊 多可怕 脑细胞在分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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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就分裂了 对 所以说真正滋养大脑的是什么 是爱 是感情 是情感 对吧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对孩子感受 有爱 就是爱就是唯一的东西 想让孩子智力好吗 爱他 不是教他什么什么贝尔哥啊 不是这些东西 爱才能让他的大脑发育的最深 情感的交流是很重要的 这是国外的嘛 他们国外的这个数据来统计和分析 然后说到我们刚才说的 传统的中国式的这个老祖宗的教育模式啊 就是启发式教育 所以说我们在小时候要抓住这些机会 不要错过啊 无论你在忙什么啊 先跟他一块回答这个问题 或是一块探索这个问题 再说一下西方的教育方式 他跟我们多谈 因为他没有孔子 他没有启发 那他们怎么教育呢 他们的教育理念呢 分两个阶段 我们就说高中之前的啊 这两个阶段 从小学一直到初中 他小学是六年级 初中是两年级 一共是八年级 他高中是四年 九到十二是他的高中啊 一般是美国是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啊 他高中整整四年 跟我们的大学是一样的 初中是两年比较短 小学是六年跟我们是一样 咱们小学是六年啊 咱们初中是三年 高中三年 他把它拆开了 他把初中以前 不是不是就是高中以前 初中加小学这八年八年级的学习 他的教育和谐理念 就培养孩子三个东西 他的所有的教学方法 教学策略教学手段 都只是为了培养孩子这三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就是孩子的兴趣 嗯 其实就是让他自己找到自己是桃子 还是你 还是苹果 对 让他知道自己喜欢的干啥 通过这种广泛的兴趣爱好 让他自己去探索 他的兴趣爱好 目的不是为了掌握什么钢琴啊 小精神技能 是为了让他发现自己到底对什么感兴趣 我们人生中真正那些做成大事的人 真正活的通透的人 都是在做自己兴趣爱好的事情 在做他自己擅长的事情 对就是他的天赋之所在的事情 他擅长感觉 对吧 而孩子通过广泛的培养 让他知道 我哪个是我自己喜欢的 真正喜欢的 第一点就这个 第二点 他们着重培养孩子的就是想象力 想象力是引导整个人的一生的 最有价值的东西 匡复动孩子 对 扩展他 扩展曲线的 对 他不匡 那个第三个 就是挑战权威的这样的一个勇气 这里面举一个经典的一个故事 什么叫挑战权威 挑战权威不是抬杠 不是目无尊长 不是 他指的是在 学术和学科上 不要被前人的那些东西所框住 这里面 崇拜他们 对 或者认为他们的东西已经很高了 超越了 对 这个意思 这里面一个经典的一个故事 特别经典的故事就是高斯的故事 高斯我们到这数学 数学天才 很小高斯就 就展现他数学的才能和天赋 我们数学很多公式 高斯变幻 或高斯什么 都是高斯这个 他小时候呢 学习特别好 然后呢他们 他们的那个数学的那个老师就特别喜欢他 然后呢就每天给他留一个特殊的作业 就比别的事要难很多的 然后呢 他的他每天都能做出来 老师每天给他留个作业 结果有一天晚上他会拿我作业 怎么这么难呀 但是他不气馁 他觉得老师给他留作业肯定是他会做的 那不不可能不给我留吗 肯定知道我会做的 我肯定能做出来 他做到早上4点多 他做出来了 那时候呢第二天上课交给老师 老师一看 一眼这是我解了几十年没解出来的题 我放在这夹错地方 我给了夹给你 当家庭作业了 是我研究了很多年没有解出来的一个数学难题 老师就打击了 这里头我就举这个例子叫什么叫挑战权威 就这种权威 就不要因为你是数学太多 你是我的老师 你是啥我就不敢超越你 是的 中国人这种思念真的很重 对 对他们就是一个什么 他们就是这样 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下 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下 在孩子的兴趣爱好 想象力和不屈从于权威的这个上面上 一直在培养小孩到初中毕业 这是他们西方式教育的初中阶段 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我们自己孩子 在这方面 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到了高中阶段 他们中央培养孩子两个能力 叫批判性思考和批判性的写作 或者也叫严肃性的写作和严肃性的思考 它英文叫critical thinking和critical writing 就是你就是叫这种什么带有批判性的思考 带有批判性的写作 这个批判是什么 是带着那种探索 就是我不知道你对还是错 我先打一个问号 我不是上来就说你错 但是我也不是上来就说我全盘接受 然后我带着思考 我在批判性的思考 这东西 哪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有不同的地方 有什么改进的地方 有什么我没有看到的地方 哎他从小就教育孩子 其实批判性的思考和批判性的 是干什么 就是我们写论文的时候 应该有的精神 我们每个论文都这么写出来的 我们的大学论文研究生 他都是都得这样的 你不这样你咋写 对 你全接纳那个都抄别人上 哈哈 不能叫自己的论文 对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难点 那西方的博士生是非常受人尊敬的 原因之一就是在他们的博士生里头 有一别的标准 咱不是只有至少有一个标准 就是你研究的这个课题 你写的这个论文 前无古人 没人研究过 你才能拿到博士毕业证 但凡有人研究过 你只是在那个啥 做了一点什么小小的改动 什么那种找猫画 那都不算 你真的是有独创性 那各个领域的嘛 也有文学博士 也有各种博士 对啊 中文太有那个叫什么 就是从众性 而且不能够违背这个权威 对 特别大大人他就代表权威 很多人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他在这样一种前提下 他去发展 他的这种学术 传统文化教育并没有像孔夫子 他没有这样做 他没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是家长 我权威 你就不能 没说过 没有 他让你启发孩子 你看他的图 他的弟子们 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对他探讨 那个东西 好啊 探讨 他他不是说 我说的你们就得听啊 什么的 他一直在问他 而且问的问题很刁钻的 是吧 在启发吗 对 刁钻就启发他 对 是的是的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西方式教育的思想 也就是说 在西方这些国家里头 他们的高中教育是很强悍的 他们小时候啊 在初中以前 基本上就是配养兴趣啊 什么就傻吃傻玩的状态啊 他们开玩笑说 小时候养好身体 还能进度住高中这四年的折磨 否则你扛不住 就是这样 因为他们高中的课程就是这样子 一个体系就是像说的直白一点 他们高中就开始做项目啊 他们就全是project 就是几个人一个组啊 老师给那个命题 然后等等这种东西 然后他这时候呢 一个小小的高中生 他要去查图书馆查资料啊 什么什么东西啊 然后最后 研究生了 像咱们最后那个他们每一个 他们每学期有小的project 大的project 他一些就两个大的project啊 或者有四个project 他分各个什么学期 做项目 对他的每一个项目 都相当于我们本科生写的那个小论文 毕业论文那个水平 对有模有样的 有引用拿着经典去 然后去放到他那个社区啊 对他们会实践的 对他就很落地一下 而且他们从小就团队合作 对他不是一个人做 咱们四个人五个人咱们一组啊 相模相样的经常一会去个星巴克 一会去哪啊 小大人似的咱们开始做的讨论啊 你热火超天的 他们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在模仿 对研究和探讨的学习模式 因为以后的这个人际关系很大的一个情 人际关系 然后你的领导力 你的这种说服力 还有总结总结和这个沟通能力 最后要形成文档嘛 要做上PPT啊 然后然后最后还要去讲 每个你们这个组就是在四个一组 对 然后最后咱们四个人比如选一个 比如说选严林 你上去代表讲 最后我们四个做的结果是由你来呈现的 这叫Presentation 你要去做呈现 然后你要当到全班同学面 讲一下你们这个组的啊 这个项目是怎么完成的啊 那他就全方面练习了 对 你也可以不做 里头可能有走往头懒的 这个组里走 混天的哎 混天慢慢别人就不带你了 下次你再组小组 你对啊 你老混天你在啥也不干的 还最后 因为成绩最后一块给 你们如果小组的成绩 对如果给A 你们整个所有人都是A 给B都是B对 如果你这是老混天 那下次组队 对啊 你也不干活了 所以说你都得还得把自己的能力表现出来 但是你也不用强 就是我不擅长去演说 那你就做你研究 对对对吧 我擅长文字 我擅长做图画什么的 你做做你也可以 各方面都可以 他把整个人的各自能力 从小就这么学会锻炼了 这是这是他们的啊 整个教育 对不是每个人推荐家 他不会逼着你擅长的 就干你擅长的事情 这是他们的整体的 这很像我们学校做论文的那个结构 对 对 然后这是他的这个小学 初中和高中 都不在做这事 高中做这事 然后等他们到了大学 他们在做什么呢 他们大学分成四个 四个教育核心支柱啊 他们叫四个支柱 这四个支柱呢 这是第一个啊 这是他们的认为21世纪的人才啊 第一条就是 如何去学习 在大学教学 对 叫how to learn 然后怎么去学习 how to learn 怎么学 学东西不重要 怎么学才重要 不是学东西啊 是怎么学 学习方法 开始研究学习方法了 进行从学习知识跳到学习方法 他在高中阶段还是在学习一些很多知识的 要学习生物科学什么化学物理这都是要学的 但到了大学他就摇身一变了 从对知识的学习探讨 升华到对知识 学习方法的学习探讨 这是第一个 很简单说起来 第二个他们强调的什么 how to do 怎么做 怎么做 你学会了不重要 怎么把它做出来 怎么把它实践出来 把它在实际当中用出来 才重要 第二个简单就是how to do 这是他认为重要的点 第三个 叫how to live in together 如何一起和谐的生活 如何一起生活 生活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对啊 how to live in together 这是他们的要重点强调 你如果学的特别好 你不合群 你特立独行 你这怪来怪去的 然后跟谁也合不来 那你最后也很难成就大事 但是对吧 就是你这个能力啊 最基本的能力 这个东西要学的 可是我们很少人去培养这方面的能力 对吧 不会不配啊 跟别的人小朋友 是一种竞争竞争啊 从小就 对我绝对不会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考一分 我就少一分 对对 没有合作精神 对对对 这种这个对互相之间拍 对还告诉别人 我没学习 我都我都玩了 看电视了 晚上是撒到撒掉了 半天晚上提啊 我这种心态 对 是的 这是 他觉得很内心 他的心态是竞争心态 家长给传递给他的 社会传递给他的 对 任何人就很浓 对 所以说你看他大学就这三个 第四个学什么 How to be 怎么做你自己 他这个B后面没有写啊 他How to be 就是怎么做你自己怎么做 一个你 是你自己的这样的 你不要做别人吗 做自己 做自己 你要是翻译成咱们 大白话就是怎么做自己 你看他们的大学教育 核心理念 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 怎么做自己 我怎么去怎么学怎么做 怎么一起 然后最后达到做自己 最终的目的是做自己 而这一点 跟我们中国的孔子的教育 是不模而合的 孔子的教育就是成人教育 那个成人就是成为君子 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顶天立地 全人 孔子教育就是全人教育 不分什么科啊类啊什么 就是你最后是一个顶天地义的人 和人 是不模而合的 跟这个做自己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现在就 教育啊 先想成才 对 先要做什么什么 博士啊 做什么科学家啊 做老板啊 自己是谁不重要 你自己是谁 跟别人没关系 所以他的这个体系 我们就中西方的教育大体的 就做了一个粗浅的对比 那要细节对比起来 还有很很多细节的 比如说西方教育 很多的具体的这些方法 细节 东方教育很多的优势的地方啊 孔子教育的点 那么今天时间有限 这地方我们就不展开了 我们大概知道一个大体的广架啊 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所以我们自己可能有一个思考 对对孩子的这个教育 所以说基本上啊 就是我们在亲子关系上 大体的这个方角输了 就是这样子 我们前面梳理了他的核心 关键下面 比较了这个教育的东西 如果你按照这三种 就是我们现在小学初中 或者大学的高中的这个东西 你发现教育并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又是很重要的 但是他重要的点和我们可能 平常关注的点不一样 如果你让他做自己了 你有什么可焦虑的呢 对吧 很多小时候在做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打一个焦虑 对很多孩子来说 父母的爱不够 很危险 就是 父母是他最后的那个 靠山和防线 当他在学校受到了打压 受到了排挤 当他在被社会所不认可的时候 他最需要的是谁 是父母站在他身边 父母说我理解我支持你 可是我们的父母反其道是行之 站在社会 站在老师 站在学校 站在别人那一边 去收拾自己的孩子 收拾自己的亲生骨肉 那手下的又狠又黑 还天天说我是为了你好 对吧 所以这里头跟大家想到一点 但我们在座的可能没有这样的家长 但是社会上有很多 有很多 咱们国家 去初步统计 这都是网上可以查的资料 每年自杀的就是高中之前的 十几万人 十几万人 十五万左右 十五万个年轻的生命 在学习学生阶段就自杀 而这里面的主要的原因就是 当他跟家长这边寻求支持的时候 家长不仅不支持他 反而站在他的队里面 去帮别人收拾他 还是为孩子好 最后孩子没了才后悔 我们看那死亡事实 死亡事实里面对 那个点下来就是 那个是1959年的故事 现在的故事一样 天天都在上演 那个重复的事情 逼着孩子这个 逼着孩子那个 你把孩子逼死了又咋样 关键是跟那个死亡事实一样的 逼死完之后父母不知反悔 他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一个老师 老师没弄好 孩子太脆弱 天呐 你把一个孩子逼死了 你说孩子太脆弱 你不想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都不想活 你不想你自己的摧残的手段 有多么的残忍和残无人道 你反而说孩子太脆弱 对 多么多么肥琐似的论调 对吧如果你不脆弱 你来试试 对吧把你跟大自然分开 不许出去玩 把你跟小伙伴分开 不许跟小伙伴玩 没有爱的环境下 爱都是讲条件的 学习好了 爸爸妈妈爱一下 爱一下 对学习不好了 如果换成我们成人 如果你想想你自己生活在这种环境下 是什么感觉 不许出去玩 不许跟朋友交流 只能天天写作业 写好了奖励一下 写不好就暴风骤雨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没有节假日 没有休息日 我们成人都受不了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他咋受得了 我能活下来的孩子真是都是英雄 都是 这都不容易 孩子现在就已经都 心里已经变态了 其实他已经变醒了 他只是被扭曲了 还是就是 要么就是 反正就是 你要我咋样我就咋样 反正无所谓了 我就这么着 校里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无所谓了 我们不要把这个亲子关系 当这个简单的事情 是关系到我们整个家庭幸福 社会华协的 关系到我们自己小家 其实关系到一个人类 是家人类 是吧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的部分 就大概就到这 然后 有没有说几点 十一点半 让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想分享 或者想交流的 先让我小伙伴 听个问题 先让一千 一千五百 一千六 元气能听到吗 元气在这 可以可以听到老师 再认真听一讲 我们这边基本内容 得核心内容 就先讲到这 然后大家有什么交流 好 那看看线上有没有小伙伴 想跟老师再连麦 我们十一点半结束 老师还要有别的活动安排 是的 那现在还有小伙伴 想跟老师交流吗 如果想交流的话 可以连麦 嗯 有回放的 Martin 英雄之旅 对呀 你们知道 国家最后那个宝殿 都叫大雄宝殿 为什么叫大雄宝殿 都是大英雄 有一个叫染连麦 有一个叫染连麦 等等啊 哈喽 你上了 亲爱的 嗯 我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 现在我的孩子 刚刚满六岁 他呢 是明年才到了国家规定 要上小学 上公立小学的这样一个年龄啊 那我呢 呃 之前是公立小学的老师 我 不愿意把孩子把它放到那里啊 然后现在我 找到一个地方 哈哈哈哈 对 而且我现在已经从原来的单位出来了 就是我现在找到一个地方 他们 嗯 就是自己在搞教育 我现在已经带孩子在这待了半年 同时呢 同时我也给我自己就是 多出来时间 练习自己的专业嘛 我之前也说过 就不多说了 今天周年讲这个教育 然后这个地方我待了半年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 嗯 真的是自己带孩子 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 把孩子送到那个地方 我也住在那儿 嗯 我把他送在那儿 他就在那儿玩 然后大部分的时间 我就在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很OK 然后孩子在那儿也融入的很好 但是 但是在那儿的朋友 他们好像 有一些不适应 就说 你怎么好像 就把孩子放在这儿 你就不管了 你就去干你自己的事情 嗯 你怎么不像我们一样 就陪在他身边 因为那儿有一个很大的院子 孩子就在那个院子里面玩 大人呢 就在那个里面 就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就 心里面就会有一点小问号 我说 难道我要和你们一起坐在那儿闲聊吗 我不是一个很喜欢聊天的人 再一个就是 我觉得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 我就把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我自己身上 我都觉得是不过分的 我也愿意这样去做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这样 你做的就是做自己 你做你自己 孩子做他自己 就行了 你就言传身教就够了 以身教为主 所以就放下他们的那些 其实我知道 也许他们反映出来的是 我自己对自己的一部分的不接纳 不认可 如果你内心完全的接纳 这个问题在你这儿都不会出现 或者都不会出现在你的耳朵里 或者面前 那 好的那其他我们有什么问题了 谢谢 对 然后其实我们也想做一些自己的教育 就是以后 我们像这次魔法夏令营吧 我们只是做一个夏令营的尝试 那以后我们也想 为这些比较 愿意保持孩子灵性 没有被冥灭的 对 一些早期的教育 或者是这样的东西 但是这个肯定是 在这个 各种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吧 可以试一下 因为关于公立教育 还有很多的国家的法规要遵守吗 嗯 嗯 真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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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持人 美科老师您好 那按照这样的话 就是 那就放开让他吃吗 如果放开吃 我很担心 这是不是不大好呢 嗯 对 就是这是一个问题 对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金钱上的 就我的孩子吧 就是可能是因为我的缘故 就是我在金钱上是比较匮乏 现在也就开始慢慢做这个功课 然后我觉得可能是我的投射 投射到孩子身上 然后他就是特别喜欢花钱 他明明知道可能家里并不是 经济上就是有限制啊 就是不是特别富裕的情况下 我也会跟他说 但是他好像一出门就一定要花钱 一出门就一定花钱 那不管这个东西他真的需要和不需要 我就感觉他必须要花钱 而不是问了那个东西 所以就是 我这第二个问题吧 后来我就想 是不是说现在 因为市面上有很多 就关于孩子的这种理财 这种教育 我是不是就应该学一学这些东西 去帮他去调整 还是怎么着 我就是 就是比较困惑 想请教您 好的 谢谢瑞妮 你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很类似的 是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控制冰淇淋的刺身 然后通过学习 或者匮乏的表现 就是你处处让他体会到了匮乏 不能这个丰盛自足的 连喜欢吃的冰淇淋都不能容易 这是第一 第二点就是冰淇淋可能有一些敌失吧 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 对孩子身体 或者是孩子败啊 怎么样 我觉得因为你这样的焦虑可能也会导致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 你这个焦虑没了 好了 换句话说你不再焦虑这个事情的时候都反而会吃饭就正常 冰淇淋这块就是你在你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可以尽量满足他的 比如说一天吃几个啊啊正常的就当饭后甜点 你觉得是很不正常在国外每天每个人大概要吃三次啊两次吧至少 他们的饭后的甜点那底子就几乎都是冰淇淋或者类似冰淇淋的东西 就他们的别说孩子大人都是这样子吃冰淇淋多痛快 每天每个正餐结束之后服务员都会问对啊你吃什么甜点啊他所谓的甜点大部分就是冰淇淋或者蛋糕啊 那大人每顿都可以吃个冰淇淋为什么孩子不可以对吧只是我们中国可能没有这样的也是奇怪但是换一个地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觉得是人家的学习吧这是生活的一个必须品吧 因为我觉得国外你看他国外可能就是饮食习惯不一样嘛他可能吃这个肉来比较多 那中国这种体质那就是农工民族那吃这个补物来的比较多 反正真的是真的是跟自己跟我就是从小的这个教育也是相悖嘛这样 所以真的是很担心他要天天吃冰淇淋的话哇我把身体吃坏了尤其是小女孩嘛将来就是比如说生理期啊什么的啊 您是说就是一个信念系统是吧 因为你担心反而让他的身体会坏你你你你不担心他就不会坏你担心他就会坏 这个这个跟体质啊什么关系人们自己关节自己 比如说在西方他们生完孩子刚生完然后然后问我一下吃冰淇淋 就直接拿了一大碗冰淇淋就吃了然后他那个如果是抛腹铲 有刀口他直接拿冰块上头去敷 这在中国觉得疯了这是但是他们都没事都挺健康的啊 所以说不用太跟给你讲的那些都是都是疯你的话没关系啊 中国以前在农工之前是吃什么不是全靠打猎为生吗 没种粮食之前怎么活的不都是吃 嗯就跟现在的游牧民族新疆内蒙都是一样的 比如你们新疆人然后问你怎么不吃菜啊 他说那是给羊吃的啊 那就包括孩子就是挑食的话 那也就随着他就按着他的喜好去走吗 哎呀我就就一想起我觉得会恐惧很大啊 孩子的挑食情况那真的是就随着他走吗 吃冷饮就吃冷饮挑食就挑食就按着他自己的那个 然后我需要做就放下这这方面的限制限制性的信念放下恐惧 是这样吗老师 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觉得冰淇淋不好 你觉得这是一个坏的食品或者是一个我们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轻微的毒药你觉得冰淇淋是什么 而且你的孩子天天吃它又特别想吃这个东西 那你的这种恐惧你觉得冰淇淋不好是对身体健康不好的 这种信念会导致他最后身体真的不好 而不是那个东西导致他身体不好 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 对他就 嗯 就等于说我觉得我老有病可能就然后就真的有病了 就是因为我这个信念引起了病 而不是说可能我周遭其他的环境 好吧老师 然后你 你从小就给灌输这个观念 那他也会被你中 他也觉得吃病淇淋不好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 那他从小就造成这个形象 就以后他只要长大了稍微有生理期以后他一吃冰淇淋他就会肚子疼 对吧很正常 应该没有听说过女孩吃冰淇淋在生理期会肚子疼的 所以说他们生理期该吃啥吃啥没有任何影响 他们该游泳游泳 干什么干什么 他们来说就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没有像 形容成那个妖魔鬼怪一样 但是你会说哎为什么真的就是妖魔鬼怪 那我真的会有反应啊 是因为你就会真的有这样的反应 所以说你刚才说孩子乱花钱 还是你对他的这个匮乏感造成的 他在反叛 他在用他的行为在跟你对抗 因为他知道他内在不足的 但是你又活在一个匮乏的状态下 他就用这种方式直接给你 就是你不是手的花钱吗 你不是不愿意花钱 我就我就花钱 是这样子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 我还是就是做我自己的功课 是吧 就是 就是 对 你内在要 风声复苏了 然后孩子内在也会风声复苏 因为孩子是模仿你的 等他内在也不会乱买 但是如果你因为你的匮乏会传递给孩子 因为你的这种 给孩子之后 他就通过购买 满足这次 嗯 买买买 就是他的一个 嗯 所以说解决 明白老师 那您觉得就是说 现在因为市面上有很多 关于孩子就理财 教孩子怎么理财这种课程 那您觉得有必要去学一学吗 还是说这只是一个表象 就是可有可无呢 就按着孩子自己的感觉去走呢 没必要 因为那些理财课的和 恐惧来教孩子的 哦 好吧 您的意思就是说还是按着孩子天性自己的去发展 然后市面上这儿童的教孩子理财的意义不大 是吧 不大 是因为那些 教孩子恐惧 体系是基于恐惧的 嗯 他对财富的 是错的 他交给孩子的 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那就压根就不要学就好了 是这个意思吗 您是这个意思吗 对 对 人不需要学理财 好吧 好吧 这好颠覆啊 不颠覆 是你的 实际上有巨大的偏差 那些真正有钱的 那大钱的没有一个是规划 没有一个是白 没有一个是做 把规划出来的 没有谁是从十几岁存钱一直存成了一万富翁的 好吧 老师 对 我一直有点难以接受 没事 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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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学习一段时间 你大概才能理解吧 好吧 行 那感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没有问题了 嗯 好的 好的 可能老师后面还有活动安排吧 十一点半了 对 那大家后续可以 对 想跟老师再交流 我一会会再出示一下我们的二维码 大家扫码入群 就可以公平上有些问题 大家可以在群里 在后面我们再收集给老师 让老师来帮忙回复好吗 因为我们这个魔法相连营 后面老师还有一些他其他的活动安排 我们就不连埋了哈 好的 那我这边 往现了 嗯 好的老师 让辛苦老师太有耐心了 我这边再给大家出示一下我们的二维码 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截屏 对 因为他连连麦的情况下 对 这样可以 应该大家可以扫二维码入我们的起 起微群 后面的话 可以把大家如果对亲子教育 因为老师后面肯定还是要开一些亲子教育的课程 如果线下不方便 我想老师可能会安排在线上 然后都放在我们的小额通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扫码 之后我们收集一下大家都比较 比较 比较有疑问的问题之后 老师在 可以在课程当中跟大家做一些回答和互动 大家看一下可以扫码吗 可以扫码吗 谢谢东里哥 谢谢Zack 谢谢月珠 我们的小助手蛮辛苦了 谢谢大家的礼物爱心 嗯 那连麦应该已经停止了 现在大家应该可以直接截屏 可以扫码是吧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谢谢奇迹 谢谢佳璐姐 好的小伙伴们进到我们群里 后续如果我们还有一些类似于课程的活动安排 然后包括上架 包括优惠 我们都会在群里给大家做通知 大家也可以在亲子过程中 有哪些困惑发在群里面 我们这边可以收集到给到老师 老师可以根据这些问题 在课程中给大家一些解决的方案 包括后面我们也会开一些互动的交流课程 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结束了 谢谢金金 可以看回放的 我这边结束的话就可以自动生成回放 谢谢丁丁 好的 嗯 谢谢佳璐姐 谢谢大家的支持 老师的突发奇小我们就说来就来的直播 以后还有惊喜哦 大家继续关注 说不定哪天老师又有什么精彩的话题来做直播 好的小伙伴们 那我们就结束了哈 后面大家也可以在回放中截屏 扫码入我们的群里 谢谢大家的支持 就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会自动生成回放 今天不是第一次直播了 我们周六还有直播 周六是我们的一个做自己命运主人的一个主题的直播 到时候老师应该会来深圳了 我们可以直接在深圳直播 好的拜拜 那我结束了 宝贝们 再见啊 周六晚上八点到九点半 回放目前我们会一直保存的 对一直在视频号当中 大家可以去查阅哈 拜拜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